大家好,我是沐蔚,今天给大家讲一个男子在小人国被当成怪兽,在巨人国被当成洋娃娃的故事 格列佛是个不思进取,胸无大志的收发室员工 他一直对公司的女编辑达西有好感,却从不敢表白 即使同事特意给他和达西创造了独处的机会,也完全不敢把握 直到新同事入职没几天就成为了他的上司,并忠告他 他的懦弱和不求上进就是他十年来离不开收发室的原因 听了这些话,格列佛终于下定决心改变自己 他想找达西表白,可临到关头又怂了 随手拿起一张写旅游文章的申请表就要走,却被达西误认为他要写 几乎南下的格列佛只好硬着头皮认了下来 可他哪会写什么文章,只能从网上各种抄袭绒梗复制粘贴 最终的成品不仅获得了达西的赞赏,而且给了他一个去摆木大三角探险写游记的任务 格列佛的历险就此开始 他一个人乘船驶向了大海,不料却遇上了海上风暴 在惊涛骇浪中,他坠入了深深的海底,格列佛醒来的时候 感觉身上似乎有什么东西在蠕动,而后就看到一群小人站在自己身上 原来他流落到了一个叫小人国的国家里 他被小人国的人视为入侵的巨人 以小人国的爱德华将军为手,用绳索板子将他固定在了地上 但格列佛稍一使劲就把身上的桎梏挣脱了 格列佛一心认为这是自己的幻觉 只要闭上眼睛过一会就能从床上醒过来 小人们趁他闭眼的空档,齐心协力向他拽倒,并捆着拉进了小人国城里 小人国的建筑对他而言就像小孩过家家的玩具 小人们都在仰头睛看着这个对他们而言十分庞大的生物 格列佛被关进了山洞里,结识了另一个因对公主犯了非法施爱罪 同样被关的小人,霍雷霄 格列佛这一身力气对小人来说可是不可多得的 所以他被爱德华将军奴役着干活 就在这时敌军来袭,他们意图掳走公主 就在公主被他们绑起来的时候,格列佛出现在了他们面前 轻而易举地将他们都扔进了水里 刚将公主安全地送到地上,国王的寝宫又着起火来 在国王差点被火烧死的时候,格列佛用了自己的一炮尿灭了火 因此他成为了小人国的英雄 国王不仅热情款待了格列佛,而且给他搭建了临时的住处 照着他给的剧本为他上演舞台剧 在小人国里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小人物从不敢出头的格列佛 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信 从不敢跟心上人表白的他,甚至能给追求公主的霍雷霄出主意 国王让格列佛成为了带领军队抵御外敌的将军 这让本就不喜欢他的爱德华将军更是记恨在心 在敌军来袭时故意关闭了国家的防御系统 即便如此,格列佛还是把敌方的战舰杀了个片甲不留 他在小人国过得如鱼得水成为了全国人民的偶像 街上挂的都是他的海报,店里卖的都是他的周边 被剥夺了军人荣誉,对公主求爱失败的爱德华嫉妒成狂投靠了外敌 他们理应外合建造了一个巨大的机甲 格列佛一开始并没有把这个机甲当回事 但机甲威力巨大,在爱德华的操纵下将格列佛降服并流放到了海外 格列佛再次醒过来的时候被镜中穿小羊裙的自己吓了一跳 原来他这回流落到了巨人国 还被一个小女孩抓回了家中当小宠物一样养着 小女孩给他梳妆打扮,给他用奶瓶喂奶 还让他像洋娃娃一样陪他过家家 即使再不情愿,在小女孩的威逼利诱下 他只能配合他玩起来 就在他以为自己只能这样一天天过下去的时候 霍雷霄飘洋过海来找他了 因为格列佛的爱恋对象达西在知道格列佛抄袭的事情后 一气之下来了百目大三角,想一个人完成这个任务 没想到遇上风暴也一路漂泊到了小人国 还像他当初那样被关了起来 为了拯救爱人拯救小人国,格列佛重新杀了回去 在他跟爱德华操纵的机甲殊死搏斗的时候 霍雷霄趁机爬进机甲破坏装置 让格列佛取到了反击的机会 一举将他打败 格列佛重新成为了小人国的英雄 也收获了自己的爱情 回到人类世界的格列佛将这段经历写成了游记 就此声明确迹 离开了那个待了十年的收发室 成为了事业爱情双丰收的大赢家 本片来自冒险喜剧片格列佛游记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加关注哦 木卫说电影每天陪伴你 我是木卫 咱们下期再见